台南第六選區立委當選人王定宇 最後得票八萬九千多票 順利完成三連霸 今天也開啟掃車敗票 上午十點從東區服務處開始 現場與民眾熱情招呼 車手敗票一路從服務處到下午兩點 來到新峰區 立委王定宇也表示 國會民進黨確實沒有過半 並會在二月份開議就會選政府院長 是不是有其他變數 民進黨能不能跟國民黨合作 民眾黨合作 這個我覺得要尊重剛當選的 賴清德總統候選人 那身為黨團的一份子 我們全力配合建立在價值之上 開放的政府 任何可能性都不要排除 而立委王定宇也表示 民進黨也不排除與任何人合作 但如果藍白河確實就會過半 民進黨恐怕在立法院會成為少數 是否能與其他黨團合作 會全力支持配合